那麼冬氣它是一種 放射線的物質 如果家裡又有人抽菸 那個放射線的物質 跟著粉塵 這個微粒 微塵粒子就黏在一起 因為它是放射線的物質 因為房子裡有食材 食材就是冬氣 那冬氣也一樣 那怎麼樣 通常打開 對 來 冠儀 那妳咧 我其實之前 我是現在才買房子嗎 那我之前都是租屋族 所以住過各式各樣的房子 那我記得印象比較深刻是 那一次是因為比較衰 所以才會記得比較清楚 因為那個房子我住 我其實要去看的時候 我是白天去的 然後覺得那邊的格局很奇怪的是 它不是四四方方的 它是一個比較像五角形 還是六角形的那種房子 而且是一樓 然後它就是 一般就是四米二或四米五 它是三米八 很奇怪 然後不只是它的格局怪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就很想要住在裡面 可是我看完之後 然後想三萬塊 就是真的覺得有點負擔 然後我就出來的時候 有打電話給一個老師 就把這個地址給他 然後給他了之後 結果那個老師 他就譜了一個掛 他就跟我說你再找 而且老師還跟我講說 這邊啊 有沒有 我就想說 有這麼誇張 對啊 可是因為我沒有聽老師的話 然後我搬進去的時候 心裡還是會覺得怪怪的 我又找另外一個老師 來幫我擺一些什麼風水 想說看看可不可以改掉這樣 結果另外那個老師來現場之後 他看一看 就說他走到廚房 他就說有好幾個 什麼東西有好幾個啊 他說你自己之前主持那個節目 你不知道什麼叫好幾個 我說靈界朋友 然後我說可以把他趕走嗎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你是租客耶 我想把他趕走 你怎麼可以把主人趕走咧 這樣對你不好 菜刀鍋碗瓢瓶瓶都飛起來 這個時候之後 後來我還想把他們趕走 我就說這樣子也對 所以後來就是老師就說 他用一些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和平共處 然後可是因為 老師說完之後 他就是他跟我講那個地方 廚房 他們在廚房 然後還有就是 他要我買很多黃金格 大概十幾盆 還有每個房間一定要放那種 就是會滴答滴答滴答那種 百鐘 對 就是每個房間都要放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是 在客廳一進來的地方 一定要放一個魚缸 而且還不能放那種小的 然後從此之後呢 運勢有順嗎 我就開始呢 然後不是說要擺那個魚缸嗎 對 重點來了 那個魚缸 老師有要求要放多少條魚 就是你要 單數的 要幾隻嗎 單數雙數 對 我有點忘記了 可是他也要求我一定要放垃圾魚 可是呢 他大概每隔多久就死了 垃圾魚就翻肚 然後就飄上來 後來我就買到那個 就是那個老闆 就是魚店的老闆 他就說 你到底怎麼養魚的 垃圾魚 你是每天都把魚拿來煮嗎 怎麼可能 垃圾魚丟到臭水溝都不會死 對啊 他就說為什麼你家的魚一直在死 我就說我不知道 就是隔大概一兩個禮拜 他就翻肚就飄起來了 對 然後從那半年 我拍了一個電影 結果那個電影公司的老闆就倒了 然後跑掉 做白宮 所以我的酬勞就完全沒有拿到 然後就開始一直負債累累 然後我弟跟他女朋友一直吵架 就吵到我都快要瘋掉了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合約還沒有滿 半年我就走了 不過剛剛講的五角形的那種房間 聽起來好像不是方方陣陣的好像 對啊 就不適合住吧 人家美國白宮的五角大山 無角大山 對不對 沒有 我們講到其實在風水裡面 其實要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要參考的一個依據 就是宅基一定要方陣 對啊 所以宅基方陣 你蓋出來的房子才會方方陣陣 對 那麼這時候其實關於住的房子 應該是宅基不方陣的房子 因為它是一個菱形的房子 就是你的官跟財都不會旺盛 這所謂的官運 財運 其實它是可以連根拔起的 那其實你用比較科學的角度來看 你的 因為房子不方陣 所以你擺的所有東西都是斜的 那麼你看事情的角度也都是斜的 所以你做決定也都是錯誤的決定 當初你會喜歡到那個菱形的房子 代表其實你在當時的精神狀況 是不好的 對 人家說 很莫名的就想住 就想住 人家說 我們有一句話說 人家說不聽 整個哭哭哭 所以他叫整個哭哭 在當下其實我們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不管是哪個老師都跟你說 那個廚房是有問題的 可是他居然會想要住進去 我都不想出門 對 因為菱形就是想要快開 沒有 我應該會請趙哥住廚房 腦袋瓜不清楚 所以還是要放正一點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房子看得到墳墓 到底好不好 你像那個 你說中南部跟新藝區 台北市新藝計畫區 這麼高檔的也有豪宅 看得到墳墓 其實我要講的是 這個福地福人居 這句話其實它是有它的用意的 我在中南部看過一間房子 是豪宅 全部你走過去 我要經過他的房子 周圍全部都是墓園 而且是日據時代的那個墓碑 那個是非常 然後他告訴我說 我們都是在這裡發跡的 因為整個社區裡面 整個區裡面沒有社區 就是沒有人 只有那個墳墓 就他那一棟獨棟的豪宅 他說我就是在這裡發跡的 所有這裡的餘溫養殖業 都是我創造的 我外銷到日本 所以那但是後來他們生病了 那我們講其實這用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 我們風水其實要結合所謂的科學 那我知道其實在這裡面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它的水質也好 或者是環境的關係也好 那麼引發所謂他們後來生病 事實上他們在那邊 賺了非常多的錢 所以很難講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不能住 對 那是一個心理上的因素 來 秀琴妳呢 像我那個時候 我老公再回去花齡開店 然後變成我自己就在台北 就住了一個套房 然後我住到一間就是 它整個是這樣長方形 一進去就是一覽無遺 因為外面一定會看到裡面 所以我平常就不開窗這樣子 然後一住進去之後 我每天就 不是說很想回家 就是很可能 就是很想回家 就是我每天都在外面弄得很累 不然這跟朋友聚會喝得很忙 才要回家睡覺 然後回家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在做噩夢 然後工作好不容易 公司給妳就是一個禮拜的行程 然後就叫妳說 妳這幾天要留下來 時間快到的時候 就突然都沒了 然後再來我住進去沒多久 然後我就身體狀況就 不是很OK 然後我以為是這樣 然後我想說 我會去定期檢查 然後就做那個子宮抹片 那個卵巢那邊就是有漲 對 就水流這樣子 然後他說 如果超過六公分 因為他說一看就知道 那個質勁滿大的 對 他說那可能就是要去那個 就化驗要去檢查 對 要去看說 這是良性的還是惡性的 你聽到這兩個 對 你就覺得 聞到我人生是怎樣這樣 就每天都沉浸在那種 不好的負面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每天都是以淚洗面這樣子 可憐喔 對 然後我就不曉得 然後也沒有想說 我一定要搬家這樣子 還不搬 就覺得應該會好吧 然後就是錢財都留不住 好 所以這個套房 你說看起來簡簡單 那坪數也不會大 對不對 就自己住啊 但是這個有什麼風水格局要注意嗎 可以看嗎 很簡單啊 其實套房最不好看風水 因為它是 在我們就是在風水裡面 我們認為它是最糟糕的 它是所謂的 沒有財運的一個房子 我們要租房子沒辦法 所以其實在租房子 有些小技巧 為什麼套房沒有財運 我們講其實 它可能沒有廚房 對 沒有爐灶 另外一個它可能密不通風 另外一個它可能廁所 就是在房子裡面 就在房間裡面 而且它沒有對外窗 那臭味一定會蔓延在整個房間裡面住 My God 對 所以 那如果有窗戶的套房 你說現在你住的地方是這樣嗎 沒有 以前 如果有窗戶的套房 有剛剛秀行講的 其實它大門一打開的時候 其實它就直接看到了外面窗戶 這就是我們講的楊哉弟兄 最近穿堂風 煮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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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有一種套房是這樣的 它可能進去有一個 就是可以燒開水的一個 小小的那種電磁爐 爐樹爐 對 另外一邊它可能就是廁所 對 因為我們最怕這一種格局 為什麼 這種叫糞口塞嘴口 對 你堆到你的 你吃的東西嗎 對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廁所的異味 然後跟你在煮 每天在那邊燒開水煮 你怎麼會健康 你在那邊上廁所 那如果我把廁所門始終都關著就好了 其實我們這是逼不得已才做的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了 因為這房子就這麼小 我會建議大家 就先把廁所的馬桶蓋上去 就是你上完洗手間 都把它蓋住 一定要蓋住 蓋住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通通設備要不斷地去打開 那對於這個廚房 我們很怕就是開門建造 它也是煮破菜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因為通常來講會有個電磁爐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會做一個小小的造型 我會把它遮掉 也就是開門的時候 你看不到爐灶 看不到廁所 那如果是窗戶怎麼辦 我們要用 對 窗戶是可以擋煞用 是 可以擋煞 一定要去處處 窗戶透是不是 不能透光的 那有時候就是像剛剛說的 養個魚 或是種個植物 可是偏偏這些魚 植物都活不了 這代表這個房子 快菜的 真的 氣場很差 對啊 會嗎 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 以養魚又養植物 那在一個整個密閉空間裡面 事實上你要有多少人要生 多少東西要呼吸嗎 要呼吸嗎 不是只有你而已喔 對 還有植物要 還有那個魚要呼吸喔 對 所以那個在一個 不通風的環境下 那麼誰會先死掉 弱的先死掉 弱的先死掉 代表這邊的環境 必然是沒有所謂的 空氣的流動